这绝对是你见过最硬核的少年 过安检时 他全身都发起警报 同学见到他 立即转身往回走 他来到自己的柜子前 拿出随身携带的小锤子 砸开柜子后 却发现自己的东西都被清空了 他气冲冲地来到校长室 两个原本嚣张的笑皮 立马如猫见了老鼠般 站起身就要走 校长命令他们留下来 可他们却说 随后头都不回地就跑路 校长拿他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少年问 为什么他箱子里的双截棍消失了 校长先告诉他 双截棍本就不能携带 接着跟他说人生哲理 原来 少年的父亲和校长是至交 以前校长被人欺负了 他父亲都会先将校长打一顿 然后 找到欺负校长那人 用双倍的力量再揍一顿 少年维恩正在赴他老天的后尘 但是 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 如果 一直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 那人生也就完了 听到校长发自肺腑的言语 维恩的内心有所触动 他答应校长不再犯错 可刚一出门 他就看到 自己的好机友小黑 正在被大高个儿欺负 那这能忍吗 他多不走上前 把校长的话全部当成了耳旁风 顺手拿起了同学的一个小号 来到高个儿面前 用力一挥 鲜血四溅 就这样 维恩被勒令退学了 从学校出来的维恩继续散发着 他正义的行为 他骑着自己的小战车 来到三个该溜子面前 直勾勾地盯着三人 带头的艺人觉得维恩在挑衅 直接走上前将烟头甩在他脸上 见到维恩没反应 又用小冰块砸他的小战车 只见维恩拿起冰块 笔直地朝对面窗户砸去 屋内立马冲出一个标形大汉 三个该溜子同时指向维恩 说是他砸的 大汉冲到维恩面前 狠狠地甩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维恩没说话 只是朝他吐了口唾沫 接着又是引来一顿暴打 直到大汉打累了 这时维恩站起来 又捡起一个冰块 将大汉家紧剩的一块窗户 继续砸碎 大汉一脸蒙圈地待在原地 回到家后 邻居黑姐像往常一样 来帮帮照顾癌症在床的父亲 看到维恩回来 黑姐把他叫到一旁 说他的前男友来找过他 上午的时候 有个小孩用石头砸碎了他的窗户 维恩摇摇头 说自己用的是冰块 原来维恩是为了帮黑姐 报复出轨的前男友 黑姐一边给他讲着道理 一边夸他做得好 维恩只是坐在沙发上 笑笑没说话 他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报答 第二天 维恩出门买了早餐 这时 包租公带着狗子前来收租 父亲瘫痪在床 没有工作 维恩只能说再缓缓 可是包租公却不尽人情 还调侃维恩 是他妈妈和别的男人生下来的宰种 维恩愤怒地将肉条一甩 只听到清脆的骨头断裂声 转身进门 外面却再次传来敲门声 维恩以为是包租公又来了 打开门才发现是个卖饼干的小女孩 维恩的心突然跳得好快 他兴奋地将女孩带进屋 放弃了自己最喜欢的音乐 一阵极限舞步后 自信的维恩直接问戴尔 要不要做他女朋友 戴尔说可以 但是要先买一盒饼干 可维恩身上 连买饼干的钱都没有 知道真相的戴尔果断选择离开 但给他留下一句话 有钱来找我 我就住在马家屯 维恩窃喜 立马找到自己的好机友小黑 带他到父亲的仓库 里面是一整柜的性感杂志 看到这些的小黑眼睛都亮了 立马掏出money 要全部收藏下来 得到钱的维恩 来到戴尔家里 他有点紧张 随手就将全部的钱都给了戴尔 女孩被他憨憨的行为逗笑了 然后递给了维恩一盒小饼干 两个青春懵懂的人在一起 要什么理由呢 只不过是一盒小小的饼干 只不过是因为两个人互相看对了眼 戴尔让他帮忙做家务 他们来到后院 两人谈论着以后的发展 突然 一只大脚将维恩踹飞十米远 是戴尔的混蛋老爸强哥 他踩在维恩的身上 询问维恩在和他十五岁的女儿干些什么 不会撒谎的维恩说自己买了饼干 强哥立马将戴尔身上的钱 全部搜刮干净 还怒视戴尔和他母亲一样 是个白眼狼 随后 一手抓起戴尔的头发 将他往屋内拽 倒在地上的维恩想要反抗 却被他的两个哥哥狠狠地殴打 回到家的维恩来到父亲面前 他拿起一张照片 上面是他的妈妈和另一个男人 那辆车原本是父亲打算送给维恩的 可就在父亲付钱时 照片上的男人就开着车 带他母亲跑路了 这时 邻居家的熊孩子又开始乱放烟花 维恩翻墙过来制止 却看到这一家人过得十分温馨 他有点羡慕 回到家中 父亲已经躺在病床上去了天堂 发了好长一会儿呆 维恩终于缓过来 他没有哭哭啼啼 只是轻轻说了一声再见 维恩看了照片上的地址 拿起了桌子上的money 他现在要取回那辆属于他的车子 来到仓库 将老师摩托擦的瓦量 加满汽油 拿上抢来的烟花 还有喜爱的双截棍 来到了包租公门前 递给他一个红包 但里边全是小纸条 等包租公追出来时 已经发现他的屋子燃起熊熊烈火 维恩来到戴尔家里 烧掉了强哥的信箱 趁他灭火间隙 走进了屋内 约过看电视的二人组 静止来到戴尔的房间 说明了情况后 戴尔没有丝毫犹豫 他早就想逃离这个家庭 楼上的动静 引来了两个哥哥的察觉 维恩从房里 推出来一个电视机 就在两个哥哥准备上楼时 猛然将他砸下 来到屋外 他点燃烟花 对准强哥 一发命中 维恩让戴尔先行上车 强哥冲上来 两人扭打在一块 身体强壮的强哥 将维恩按在了垃圾箱前 可是 维恩竟然咬住了他的鼻子 跑出来后 他带着戴尔飞速的离开现场 两人把车开到高速上 准备开展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两个小青年私奔 来到第一个城市 他们在餐馆里短暂休息 可维恩只知道 目的地的大概位置 戴尔觉得 他太不靠谱了 立刻提出自己要去厕所 他要抛弃维恩了吗 并不是 他来大姨妈了 可是自助贩卖机 却出现了故障 他把维恩叫到身边 让他这个钢筋直男 去帮忙买点卫生棉 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男人 第一次感到如此为难 他想做贼一样来到超市 看到两个妹子 正在挑女性物品后 立马转身离开 他辗转来到其他超市 一个好心的黑人妹子 帮他选择 可不一会儿 妹子就遭受到骚扰 维恩默默地瞪着那个男人 随后来到柜台前 要了一个自行车所 和一根棒球棍 买完东西的维恩回到餐馆 走进女厕所 却发现戴尔已经消失了 维恩担心地坐在餐桌前 服务员金姐好心上前安慰 了解情况才得知 两人不是本地人 更奇葩的是他们昨天才认识 就在交谈过程中 维恩看到戴尔从对面商店出来 身上还穿着金姐的工作服 维恩追上前解释 可是不善言谈的他 怎么也说不清楚 戴尔一想到自己在厕所 等了个把小时就来气 他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维恩不知道怎么办 只能独自回到帐篷前 刚回来就看到两个小孩 正准备偷东西 这次维恩出奇地没有揍人 还把自己的外套送给了其中一人 在得知维恩刚刚分手后 眼睛男说如果伤心的话 一定要将女孩子追回来 他们说 只要穿过身后那片草地 就能够最快地到达公交站 维恩想也没想就走了过去 刚进来 就发现有个男人持枪守在这里 他命令维恩退出去 维恩亮出了自己的小锤子 命令他放下枪 就在维恩走上前时 男人紧张地开了一枪 等到维恩醒来 已经被绑在一个仓库内 原来刚刚射出的子弹 里边装的不是火药 而是泥土 但男人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个玩意儿能把人打晕 他让维恩不要将这件事说出去 否则就不放他离开 就在这时 男人的对象走了进来 他是撒旦信徒 想直接杀了维恩 但是在男人的劝说下 他们决定给维恩一个机会 只要游戏赢了 就放他离开这个地方 只见女人一顿猛如虎的操作 看着维恩有些羡慕 另一边 带着来车站买票 没想到售票员竟然是金姐 两人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这一动静 引来了在旁巡逻的福波爱 两人就此停手 冷静过后 他们相互说着自己的经历 没过多久 两人竟然成了朋友 在金姐的劝说下 戴尔暂时放弃了回去的念头 他们在路上飙车 戴尔却看到了维恩的夹克 一番询问下才得知 维恩出事了 就在维恩要动手的前一秒 应和女友提着电锯上线 可维恩想学那个女人的动作 结果 一刀扎穿了自己的手掌 戴尔趁机将电锯甩到男人身上 男人痛苦地捂住腿 枪掉落在一旁 维恩抓住时机 撞晕了男人 争夺绳索 可是一旁的女人迅速捡起枪 戴尔和维恩被逼脚落 就在他要开枪时 金姐冲了进来 一脚踹飞女人 将他俩救了下来 经过这一系列事情后 两人重归于好 他们决定继续走向充满未知的道路 与此同时 戴尔的父亲强哥也报了警 这时包租公走上前来 他在那个红包里发现了一张照片 背面写的有维恩要前往的地址 强哥偷听到了消息 他决定亲自前往那个地方捉拿维恩 故事就此告一段落 面对这样一个心中充满正义 敢爱敢恨的中二硬核少年 你爱了吗